今日,位于重庆沙平坝区马房湾的几条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巷子突然变成网红 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蜂拥前来打卡 小巷子绚丽的色彩和错落的结构非常适合拍照 被网友称为彩虹村 马房湾彩虹村坐落在一座小山坡上 曾经一栋栋陈旧的房子经过打造后重新燃起了生命 当游客走进彩虹村 鲜艳跳跃的色彩,可爱的猛宠涂鸦 高低错落的房屋,相互联通的巷内小路 让人仿佛走进一个色彩斑斓的童话世界 不宽的巷子里到处可见摆各种姿势拍照的游客 以年轻人居多 来自海南的游客陈林在网上看到有人推荐彩虹村 他觉得非常漂亮 于是将彩虹村列入游重庆的打卡点之一 我们是从海南过来这边旅游的 然后之前在网上有查过这个攻略 然后就特意过来这边拍照打卡 然后一进来照看那个五元六色的 就是跟那种童话班的感觉差不多 然后我们就拍了好多照片 据了解,彩虹村原来是几条老巷子 周围也是一些老房子 曾经被当地政府划入拆迁范围 后来当地餐馆的老板吴小英 萌生了改变周边环境的想法 在征求了相关部门许可后 他花了50多万元人民币购买涂料 邀请了四川美术学院的老师前来彩绘 把自己家的几栋楼房和街坊邻居的房子 图成了五颜六份 经过打造后 原本破旧的老巷子重新燃起了生命 摇身一变成为网红景点 每天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 我们以前这些都是测迁的城中村 原住民都走完了 只有街边的门面这些 由于我们打造了奇才像 现在这些居民他们自己给我们说的 现在人气忘了 生意好做了 也带动了经济 现在很多游客就在他们这里住下来 还有就在这消费 反正我是蛮惊喜的 我觉得是双赢嘛 带动了经济又搞好了环境 吴小英表示 他从小在巷子里长大 对这里充满了感情 他不想让老巷子死气沉沉 吴小英说 彩虹村的意外走红 让他感到很欣慰 如果今后周边居民有需求 他可以把彩虹村的范围扩大 让彩虹村成为一处拍照的绝佳之地